这是台八县路段 因为路面上有大面积的摊方 目前是无法通行 但是离山茶农正值冬茶的菜书记 为了维护茶叶的品质 时尚同一遭用无人机来协力 生鲜茶叶一代代抢时间 搭上民间救难竹筏 全因为中恒摊方还没抢通 离山茶农赶至冬茶改走水路 经过德基水库送往至茶厂 当初可能20分钟就会送到 现在又要走水路空运 又很繁复的这一些程序 整个完结之后都要一个小时 交通过程潮复杂 搭船送达下游后 再用无人机运送茶叶到路上 让车子再去制茶厂 原本20分钟的路程 现在海路空连用得花一小时 如果茶叶不搭船跟飞机 走替代道路绕道 要花的时间更长 需要三小时 探青一早上一踩下来 在一个小时之内 必须要送到离山街道上的茶厂 去纳青 如果时间沿路的话 这个茶的品质 会大打折扣 摊方的边坡不使还有小石头滚落 台八县77公里处林府桥路段 已经摊方一个月左右 因为大约每过五分钟就会有小落石 养工处跟居民协议10月11号到25号封闭路段 进行抢修 那公路段这边会加强的清理 度上的摊方 以及维护那个通行的作业 那即能在明年如果在采春茶的时候 可以恢复一个相会较稳定的一个大路状况 养工处预计明年四月完成编波保护工程 也会尽速抢通路段 让春茶不用再 舟车劳顿 接下来我娘黄博宣 台中报道